11月30日至12月1日14时 广州多区发布最新通告调整风险区域 与此同时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解除区内疫情防控临时管控区 广州市内地铁、公交、公路客运站 逐步有序恢复运营 广州月秀、天河、海珠、荔湾、潘雨、从化等多区 明确非高风险区取消限制人员流动措施 恢复唐食 文化馆、博物馆等密闭半密闭经营性场所恢复营业 记者当天走访广州多地看到 食店有序恢复唐食 蔬菜档和肉档货量充足 价格相对平稳 市民按需有序购买 不少商场进入警察看健康码绿码 无需显示核酸检测码的时效性 那其实我们是在今天的中午 1点多的时候就看到了月秀区发布的公告 然后我们门店是在下午的1点45分左右 就开门恢复正常的营业了 那在营业之前 其实我们的员工都已经是通过了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检查 就包括了我们的核酸 还有我们的健康码的检查 全部都是合格才能够上岗 然后我们的公共环境 像我们的电梯啊 这些全部都是有经过消沙才重新恢复营业的 当天下午40许 距离该商场收到准许营业通知 过去两个多小时后 商场内的客流量也逐渐多了起来 以化妆品专卖店店长邱运山告诉记者 其实他一大早就开始在店里做好了营业的准备工作 等相关通知一到就马上开门迎客 其实我们在闭店的时候 我们也会就通过朋友圈呀 QA呀这些来通知顾客 就我们可能是要闭店 然后呢就是他们也会主动会问到我们 譬如说他现在已经受到了一些防控的一些新的要求 然后他就会问我们 然后我们也会及时地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他们 就是开门了之后的确是顾客是增加了 然后我们店里面其实也有几个顾客 已经要迫不及待来买东西 下午5点30分 记者来到广州月秀区一家老字号茶餐厅看到 一些食客已经在大快朵移 食客徐小姐表示 糖食的感觉可比打包吃外卖好太多了 但是就目前的疫情形势 个人防疫也不能放松 那现在开放糖食的话我们也不能放松 自己的话个人的话也要自己做好防护措施 那口罩的话也要勤换 还有一个消毒液呢也要随身带 触摸了公共区域的那个那个护栏啊电梯啊都要勤消毒 目前广州市病例数仍处高位 防疫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闻发言人张周斌表示 市民依然需要做好个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按需开展核酸检测 并配合做好公共场所的扫码 测温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